回國,Eric說自己相對幸運 很快在醫藥研發公司 找到一份月薪大約7000元的工 但他留意到在僱主眼中 度金的海歸都是不外如是 Eric 決定不留在內地等機會 寧願去比利時發展 近年內地海歸人數高速增長 不斷創歷史新高 去年達到35萬人 面對國內近700萬個高校畢業生 被形容為是史上最難就業年 第一份工年薪也普遍不高 其中大約67人不夠6萬元 有近四成海歸年薪更不夠4萬 預計這一年也有多達35萬人回流 和727萬高校畢業生競爭 打著有國際視野招牌的海歸 近年隨著中國崛起 反而面對貶值危機 現在外國市場都不是那麼好 反而中國還好 打內需市場 外國的公司進來中國 都是要打內需市場 對於要請本地人才 就不可以請海歸 海歸在這方面的優勢 反而弱化了 他覺得反而本地大學的畢業生 還適合用 還適合使用 對於僱主來說 他們的看法轉變了 無線電視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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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載